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晚叫我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就是想见你一面 阿楚 对吗 阿楚 阿硅 阿芳 阿 Sacha 岳嘉 阿昌 我们也只能顺势而为 我只是有些同情公主 她虽然生性刁蛮 但对你却是一网情深 大婚之后 她该有多伤心 这种时候 顾不得这么多了 虽有可能伤了公主的心 但你我也很有可能性命不保 尽管他 今日人事安天命 如果这一次 老天再不让我们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就不信这个邪 阿楚 我一定会带你回燕北去 大卫局燕北 路途遥远 一路传州过险 疾难藏身 自从我被允许了 在长安城内可以自由行走后 城外就驻扎了大股军队 一旦我们决定要私下逃跑 不出一刻钟的时间 肯定会被发现 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不知道城外的驻防情况 一旦硬闯 很有可能直接撞上他们 所以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将城外百里以内 各个大营的驻防图拿到手 不过 目前最难的事 皇帝突然宣布赐婚与我 打乱了咱们之前的计划 一切还需从长计议 那 现如今我们只能强攻出城 可如此绝非上策 放心吧 我们会有办法的 阿楚 阿楚 有些话 我从未对你说过 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在地狱里面待了那么久 要是没有你 我严许 早就死在了三年前的天牢里 过往中处 我日后将用一生的时间来报答你 等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乡 你就不要离开我了好吗 你我之间 不需要说这些 严许 燕北 就是我的家乡 那 炉和姐姐 莱儿召见了楚桥 她长大了 很漂亮 也很优秀 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只是她似乎把过去的事情都忘了 他不记得自己是谁 也不记得我了 洛河姐姐 莱儿对你发誓 只要阿楚一天 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不揭穿莱儿的过去 不伤及到我的孩儿 莱儿就算偏死 也会护他周全 洛河姐姐在天之灵 你一定要保佑阿楚 也保佑我 世子 魏帝他老谋深算 想利用你和淳公主的大婚做文章 咱们之前趁乱乔庄潜逃的计划 我看只能就此作罢了 回头 现如今 唯有一条路 那就是强攻长安 可是咱们未能控制住长安城门 这样做 没有十足的把握 世子 有信 是 等等 这不是我们的性格 世子 世子 什么人来信 说是你的故人 要我们两个时辰之后 去城南的最先楼赴约 我的故人 不说明身份 很有可能是个圈套 他们若真是想让我死 静静等着便是 何必多此一举 走 去会会的 走 两位客官 里边请 尊主 人到了 属下先下去了 怎么是你 众语 我们两个也是老相识了 没必要一见面 就动刀动枪的吧 他是谁 大梁蝶者 当初九游台期间 他们一直潜伏在长安城 曾与我多次交手 也不知道到当年的事 他们究竟插手多少 燕世子 久仰大名 大梁蝶者 竟敢堂而皇之地约我见面 别人我或许不敢 但是燕世子你 就算我现在告诉你 我今晚要行刺卫帝 想必你也不会告发我吧 未必 兴许可以拿你做头 投名状 获得卫帝对我的信任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分量 能让卫帝对你一笑免恩仇 世子殿下这么聪明 又何必跟我绕这个弯子呢 你今日约我来 有何事 谈合作 你和我 对 三年之期就快到了 你我都清楚 大魏皇帝赐婚 世子向乔庄逃出长安 恐怕比登天还难 若想强攻长安回到燕北 想必攻溃长安的城门 是重中之重 而我的势力 已经渗进了东城门守将之中 我想 这正能解你燃眉之急 别信他 当初在九幽台期间 和事后在天牢 都是他阻止我去救你的 此一时彼一时 当年世子殿下若是死了 那燕北无主 一盘散沙 各大门阀群起而争织 大魏皇帝无力弹压 大魏自然分崩离析 大魏有难 便是我大梁的福音 所以我自然会阻止你救他 世子殿下 不知你是否记得 当时在天牢里 我的一个手下 曾经去问候过你 不过他失败了 只不过现在 时局已经不同了 大魏皇帝借你之手 已经经营了燕北三年 这三年里 他也派遣了诸多得力干将入驻 所以普天之下 除了燕世子你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 能够轻而易举 从他手里夺回燕北 所以世子殿下 我如今帮你 也算是帮我们大梁 这最符合我们的利益 所以呢 所以世子殿下 我才是你唯一可以信任的盟友 也是如今这座长安城中 你唯一可以信赖的那个人 世子殿下 位帝无耻 朝野上下视你为眼中盯的人 又那么多 所以我方才的建议 还希望你能好好考虑 你想要怎么合作 你同意了 你的条件充分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利益 世子殿下果然慧言如俊 现在 我对我们之间的合作 更有信心了 公主 怎么样 天行哥哥说什么都没有啊 这上头怎么一个字都没有改啊 他难道就没有想要邀请的人吗 燕勋世子 他根本就没有看 他可能是太忙了吧 他有什么可忙的呀 公主 你一定要嫁给燕勋世子吗 母帝就不明白了 燕勋世子他有什么好的呀 我觉得 世子他变了 现在 他眼睛里看着你 却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而且 他对那个 对那个婢女都那个样子 公主啊 以你的身份 你的样子 什么样子找不到呀 你何必这样呢 采薇 这种心情你是不会懂的 喜欢一个人 你就想要每天都见到他 见到他之后呢 你就会特别开心 你想要跟他待在一起 那样子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再说了 哪有一个男人一生只爱一个女人呢 你看我父皇 三公六院 嫔妃上百个 有些他连认识都不认识 如果说 他真的喜欢她 以后收了她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还有啊 我跟燕穴哥哥两个人 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我就不信他对我是没有感情的 等我们两个日后结了婚 天长日久 他一定会接受我的 怎么 烟寻大婚 你心闷到 连剑都设不准了 长官的话还没有讲完你去要走 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烟寻要成亲了 你高兴吗 你高兴吗 我很高兴 有病 也难怪 在人家身旁 陪伴了那么多年 肯定很失落吧 我没你那么无聊 怎么 恼羞成怒啊 宇文月 你那么聪明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这场婚礼意味着什么 你现在站在这里 幸灾乐祸所说的话 跟你当年在绝游台上的所作所为 有什么区别吗 既然你们都知道 为什么不走 走 往哪儿走啊 走得了吗 我绝不相信你们会坐以待毙 说 你们要干什么 你应该去问问你们大魏的皇上 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每拖一日 就会离死亡更近一步 大魏必不重兵于沿途 你们若想活命 就要绕开燕北 尽量远离是非之地 你们要逃我不阻拦 但若敢扰乱长安 就只有死路一条 宇文月 你要么就置身室外 要么就帮我们一把 别这么多废话 不过 你还有你的家族 和官职在身 你恐怕也做不到吧 我不想和你们成为敌人 你已经是了 如果你们肆意妄为 我不会坐视不理 既然已经注定是敌人 就没有必要过多牵扯 如果你要挡了我跟燕循的路 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好 拿进去吧 诺 下去吧 贵妃娘娘驾到 儿臣拜见母妃 你们都下去吧 诺 母妃 你怎么过来了 我的女儿就要成亲了 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怎么 我不能来看看吗 儿臣不是那个意思 你这个逆子 这么大的事情 你竟然敢背着我 私自做决定 你还把我这个母亲 放在眼里吗 儿臣只是不想 嫁给大梁太子 不想嫁给他 你可以跟我说呀 你居然跑到你父皇那儿 让他把你许给燕循 我怎么会有你 这么蠢的女儿 嫁给燕循怎么了 我就是要嫁给他 你打我呀 你打死我算了 要是把我打死了 我就不用嫁给任何人了 母妃 母妃 您就让我嫁给燕循哥哥吧 我从小就喜欢他 你也是知道的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们两个之间是有家仇的 三年前九游台那一幕 你都忘了吗 淑儿没有忘记 淑儿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我就是对他一直抱有愧疚 当年我无能为力 我什么都为他做不了 可是我现在长大了 我可以保护他 如果他当驸马的话 那就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了 包括父皇 他就安全了呀 你怎么会这么天真 母妃 女儿这辈子最爱的人 就是燕循哥哥 我这辈子 可能再也不会像喜欢他那样 去喜欢任何一个人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燕循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不会恨你吗 不会恨你父皇吗 不会恨大魏吗 你嫁过去以后你的日子 要怎么过 你是他杀父仇人的女儿 你要他怎么爱你 我不想去想那么多 就算他不喜欢我 就算他恨我 只要我可以保护他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哪怕是死 我也愿意 是 母妃 这是儿臣最后一次求你 您就成全我吧 罢了 聂元 不愿意 但愿你将来 不会后悔你今天做的决定 儿臣绝对不会后悔他 那我擅长的了 你会不会后悔他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他说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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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得来 这几日事务繁忙 本宫无暇见你 所以臣在此恭候娘娘放假呀 用什么事说吧 一言难尽 需要跟娘娘回蓝芙宫再说 岂有此理 怀将军虽然贵为本宫的兄长 但频繁出入进宫终是不妥 改日待本宫闲暇之日 再宣将军进宫吧 起驾 没人比你更适合侍奉她了 你要我侍奉的 应该是一位大人物吧 天子 怕了吗 兰儿普流之身 全靠公子她就栽培 宫廷对真正的二八少女来说 是在世为人的锦绣机缘 来儿定不负公子所望 来来来 起来起来 好好准备准备 我把你送进宫之后 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谢公子 臭婊子 把你捧上龙床之后 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瞧瞧 你看 我给你带了花 你喜不喜欢 我 我刚才刚去摘的 你喜不喜欢 你闻闻还香呢 瞧瞧 你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太子殿下 这里是大卫军营 我很忙 没空跟你先聊 我有空啊 我可以跟你聊啊 你就这么拒绝我啊 肖策 你这个人 真的很不讨人喜欢 是吗 这话本太子还是第一次听说 对了 瞧瞧 我还给你带了别的礼物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 每天在军营里风吹日晒 肯定都没好好保养皮肤吧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带 你别说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索性 一次性跟你说个明白 我很讨厌你 我讨厌你成天穿得花花绿绿 不男不女的在我面前晃悠 我讨厌你成天装风卖傻 来愚弄众人为乐 我讨厌你的狐利眼 我讨厌你的口蜜附剑 和唯恐天下不乱 出口成章 电瓶得非常到位 还有没有啊 还有 咱们大家最好相安无事 你要是再惹我 我还是会揍你的 怎么办呢 你越是这么说 我就越喜欢你 太子殿下 你要是真喜欢我 就最好离我远一点 小心拳脚无眼 瞧瞧 我还没说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没事吧 太子殿下 请你提 太子殿下 没事吧 来来来 快扶太子殿下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快起来 让你再来 你再去 快起来 你再来 一帮你 这就是 你再来 太子殿下 有什么 我还可以 说 你呢 你二人 你二人 我十二人 你二人 你还不受 你二人 你看我刚才摔得那么惨 你还不答应跟我去郊游啊 你为什么总要我陪着你啊 因为我喜欢你啊 殿下 如果你要散步的话 我可以陪你 我只要乔乔陪着我 乔乔 城外驻扎了好多人马 须眉浊气 顶峰臭十里 有你在 空气才能变得清晰 有你在 风景才能变得漂亮 殷勋正在为城外的住房土发愁 或许我可以借这个机会 去看看外面的布房 好啊 既然太子殿下盛情邀请 那楚乔就陪你走一趟 真的 走 太子殿下可对打猎有兴趣啊 前面不远 就是大魏的皇家猎场 我怎么能干这么残忍的事啊 我跟你们这里的人不一样 你们这里的人对生命 一点都不尊重 此话怎讲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种狩猎方式 叫人猎 拿活生生的人当猎物 这实在太过于灭绝人性了 那你可以打野兽啊 野兽也有生命啊 我父皇崇尚佛学 讲究众生平等 那你可真是善良啊 那当然了 有些人崇尚毁灭生命 而我 崇尚创造生命 创造生命 如果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 创造生命的话 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啊 瞧瞧 你想尝试一下吗 本太子和你良好的血统 一定能够创造 行了 别说了 驾 瞧瞧 你等等我啊 驾 驾 给燕巡的布防图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 燕巡这次要是能逃出去 他得好好谢谢公主 不必 若是没有我 他也不会在这儿待三年 国家面前没有私利 我只希望 他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别太早 被大魏收拾了才是 是 听说我们那位太子殿下 已经出城了 是 人派出去了吗 早准备好了 真希望这次之后 真希望这次之后 我就不用再看到他那张脸了 可否 该怎么做 脖子殿下 那些手 这些手 那些手 用什么的 之后 这是为了 你 你看 今日 你骑了一匹 唇黑鼻尖带着一柳白毛的马 那我自然要找一匹 唇白鼻尖带着一柳黑毛的 你真有意思 之前我一直觉得你不是正常人 看来我想的没错 你确实不是正常人 对啊 我就是这样 不过 本太子的做派是很正直的 本太子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放荡不羁 封了你替他 精神不动 是不是你干的 我自己找人害我自己 瞧瞧 你想抱我也不用这样 闭嘴 起来 坤了 他 你 他 foundations 走 瞧瞧 前面也有人 怎么办 怎么办 小心点 瞧瞧 没事 快走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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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们在上面 射箭 抄上去 跳下去 只是这不可能 跳下去会淹死的 他们在上面 一小群 在哪儿 进行 呼吸 可是 死了 你们好 不是 自己养活 那么有事 不然 不然 它是 这个方法 传说 判断 关锡 算了 信 实难相信 为今之计 只有借用秀丽 你的心思我明白 但不要再打利用阿楚 控制秀丽君的主意了 世子 世子 楚姑娘有难 在萧关南策 阿楚为什么会去萧关 楚姑娘 今日以保护大梁太子为名 我考虑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吗 这怎么这么大威力啊 公子 城门守卫发现阴巡适者敲装出门了 多少人 带了几个贴身护卫 我们依照您的命令并未阻止他 往哪儿走了 快马加鞭的 往萧关南策而去 萧关 是 下午大梁太子出城 楚教头亲自跟着他 也是萧关方向 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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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关 beverage 劲否 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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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里泡了半天了 都救了 难看死了 你先将就盖一会儿 别乱动 别乱动 你伤害没好的 你别乱动 一定很疼是吧 是不是 瞧瞧 你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不怎么办 坐下 休息 瞧瞧 那你 你觉得 刚才追咱们的那些人 到底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我是这么想的 从大梁内部来看 如果我死了 那太子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那我那个兄长 就有望继位了 那在这长安城里 最希望我死的人 就是你的主子燕巡了 我若死了 长安城必定大乱 事后 大魏和大梁兵刃相见 卫皇必定会挪不出手来对付燕巡 到那个时候 燕巡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 我看你那么奋不顾身地救我 我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对不对 你给我闭嘴 你最好给我闭嘴 那么多废话 就不怕我杀了你 省得你拖后腿 瞧瞧我最喜欢你的就是 又聪明又善良 真是个好女人 你是不是有点渴呀 要不我去给你找点水喝吧 对了 你是不是也饿了 要不我再去给你找点吃的 你怎么回事 瞧瞧 你怎么了 你伤口又出血了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杀了他 快去 我 我 我 快去啊 好 我杀了他 你别过来啊 你听见没有 我 这太危险了 咱们躲躲吧 来 我扶你起来 来 慢点啊 慢点 燕燕迅违抗圣旨 直指消灌 我担心儿会出事 公子 从这里下去 能节省搬住香的时间 但是敲壁有些危险 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 来 慢点 坐这儿 想想 来 怎么了 伤口又疼了是不是 那边有草药 帮我摘一些果 这个 好 你 俏俏 你已经无法再经受一次打斗了 怎么办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一起干掉他们 你说呢 第一 是我 不是我们 第二 敌人有失几个 而我只有一颗 你觉得 以我现在的样子 能杀几个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在没有退路的时候 我很愿意把你交出去 为自己还一条生路 那 那这样 瞧瞧 我去把敌人引开 然后你全力逃跑 好不好 对了 这个给你 我不会武艺 这是我父皇给我的防身密器 只要一转动它 就有五十根针飞出来 每一根针杀都有剧毒 沾身必死 你曝光好 关键的时刻能救你一命 你是不是突然发现自己爱上我了 没事 别着急 等我们回了长安 你有的是机会 你